回顾五千年历史,各朝各代都不缺乏会法术的高手,今天笔者为您按照朝代进行盘点,而随着唐朝的建立,法宫高手进入了秦后第一个鼎盛时期,这时候不论中原、高礼、突厥、回湖,都出现了大量明阳四海、横扫千军的法宫高手,而很多高级神仙在这个期间也一场活跃,大概是这个时期太过热闹了。 连佛祖也把这个时候宣定为孙悟空的出山之日,这时候三山五岳的艺人逐过江之际,大江南北也到处都是半仙级别的法宫高手,直到江子牙封神之后,情况才有所逆转,天界和凡间的阁壳终于出现,通过周朝八百年的洗礼,这些半神就像恐龙一样,终于在凡间绝迹了,然而知道秦朝灭亡,仍然有一些法宫很厉害的人, 在楚汉争霸的时候展现了自己的价值。西汉开国后,凡间的法宫人物,进入了一个清皇不揭的时期,前面的古人早已封神,后面的来者尚未出娘胎。 这个时候全国包括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懂得法术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基本没有水法力极其高强。 这个低谷期可能是风神和春秋对法宫高手横扫四海的清洗导致的结果,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末期,以林戴然为代表的法宫高手,再一次重现于世。 这个时候凡间终于又打破了长达几百年的陈记,张善香、杜芙威、薛举、李静等一人惊献江湖,一些级别低一点的法宫人物如盖世雄、孙天佑、东芳皇、神法兴等也顺利地登上舞台。 包括一些妖魔,如阳塞花、弥天道人,也如同从冬眠中醒来一样,在战场上大展神威。 4.唐朝 第一次鼎盛时期,二唐僧师徒们大概不知道,在他们历尽艰险前往西天的同时,中原天子也在和东西北三方的强大法宫式隶殊死血战,尤其是西征回湖,自春秋战国之后,遍约记的万仙镇再次出现在凡间。 而山寨通天金碧峰道人,的门下也是群魔乱舞,二其实不光是西行路上和大唐周边,四大部州此时多不安静,此时天亭一直忙于四处剿匪。 当摩天尊曾说,北聚卢州要写减伐,写鬼前宗,国师王菩萨降服的水源大圣也在出江湖,华光菩萨降服独活鬼王,以及二郎神率领梅山兄弟四处巡视, 也说明这些年来,妖怪们并不安分。